然后再来呢 这个是Aaron刚刚有提到 我们团队有两个流程 左边这边是分析的 然后右边这边是产品开发的 那针对这两个流程 我会分别举一个例子 第一个是左边 我们跟PM跟Data Analyst 还有Data Scientist 合作的经验 那这边呢 我就会举一个 大家最近应该都非常熟悉的 虾皮电道电的例子 虾皮电道电啊 当初就是公司决定 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收到就是需求端 商业端的时候 他们就来问我们说 我们要在三个月内开立 多少多少间虾皮电道电 那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们找最佳地点 OK这个问题超大 就是我们就完全手足无措 因为我们平常也 没有在涉略这方面 研究这个方面 所以呢 那我们收到这块的时候 PM其实就要挺身而出 去问商业端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今天要开店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 你今天要做这个商业决策 你的成功指标是什么 是你要达到一些便利商店的订单 覆盖率吗 还是说你营收要达到什么样程度 还是你什么时候要达到 损一两瓶店 就你的那个决定成功指标 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谈完之后 我们可能会在问他说 好那你今天最后最后目标 假设你要开多少多少间店 那你们是只要最后达到就好吗 还是你有阶段性目标 你中间你可能过了 先过一个月之后 你是不是要跟老板交代说 我现在开了几间啊 然后我现在营收有多好 这边有没有阶段性目标 这个都是需要去考虑的 好然后再来第三个是 我会问他说 那你们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你们有没有什么限制 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成本啊 或者是时间等等的限制 然后再来是假设 我们今天真的是已经以订单作为考量了 那你今天要考虑的 到底是优先考虑卖家 是非常有潜力的卖家 还是考虑买家 就是哪一个区域的买家 具体的比较多 那就算你决定了是卖家还是买家 我们可能还在focus的询问说 那卖家我们有这么多卖家 我们有C to C 我们有Mal 你是要选哪一个 那我们有买家 你有没有什么criteria 这个都会是进一步再去 对他们做询问的 然后这是对商业端的沟通 接下来下面有一些是对资料科学家 就是我们团队自己资料科学家的沟通 我会先去了解一下 先跟资料科学家讨论说 我们目前资料库当中 有哪一些资料可以参考 举例来说 过去的订单资料 可能有哪一些是在 Seven的哪一间门市 那这边聚集的订单量 大概是多少等等 有没有这样子的资料可以参考 那这些资料呢 它是不是有一些缺漏程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DV通常都是脏脏的 就是会很痛苦 对就是是不是 它缺漏程度到底是怎么样 那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在做判断的这个参考性 那再来当这方面 可能大致已经找清楚状况之后呢 我们会来想 那今天面临 刚刚前面跟商业端对完的这些需求 我们具体要采用的是什么样子的模型 是要central based 还是density based 还是distance based 这个东西也是会 由PM这边对于商业端需求的理解 然后跟data science这边进一步再去做讨论的 那最后是我们大致上决定 可能是要用一些执行相关的模型来做的时候 那我们接下来要抽去哪一些特征 那每一个特征的重要程度一定又不太一样 那我们要怎么去调整 或者是决定它各个特征的权重 好当然这是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在process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什么样子的方式 不过中间当然有遇到很多试错的过程 那接下来我就会跟大家讲说 我们大概最后真的有展出来的一个方式 给商业端是什么样子 首先第一个步骤 这边有六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就是资料的截取 还有建立data pipeline 就是我们一开始会从我们自己的data warehouse 去拿截取一些 虾皮过去全台四大便利超商店点的 寄货取货量啊这些资讯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拿到这些店点之后 我们会对这些地址做一些 做经纬度的转换 然后取得各个地点的一些坐标轴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想 每一个服务站点 它是不是有最适合的服务半径 举例来说你们可以看到图 画面中的这个图 它其实红色的这个圈圈就是它服务半径可能比较大 然后橘色的圈圈就是服务半径比较小 这个会需要去考虑说 举例来说可能台北市人口比较密集 或者是有一些县市的人口比较稀疏一点 这个都会是影响我们判断的原因 然后再来当我们决定好最适化服务半径之后 然后也决定好说我们可能达到的目标是多少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定出最后第四步是找到这些站点 决定我们总共会有多少站点 然后第五个步骤呢 我们会列出一些比较重点的站点 就是在第四步那一整圈里面的更重点的那些 可能是它涵盖的单量更高等等的 那这个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会把它列出来 但再来就是第六步骤 我觉得第六步骤是蛮重要的一环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大脑能够去process这么这么多的数字 能够一眼就看出几百几千 然后又几百几千笔资料 然后同时里面可能又非常多的难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去做一些视觉化的呈现 也就是画面中的这个图 可以看到说这个GG的圆圈跟粉红色的圆圈 可能都cover了一些蓝色点点 就是我们可能历史资料当中的四大超商的位置 这样子好这是SPX相关的分享 然后接下来我会进入到产品开发的这个流程